风流倜傥的乾隆皇帝三次出行 邂逅三位嘉丽留下三段传奇 作为不少观众心目中的经典电视剧 细说乾隆的影响力之大 直到今天这个主题曲 想起的时候 你还是会跟着一起唱 这熟悉的音乐一响起 想必许多人心中已经浮现出了 秋冠与赵雅芝当年男帅女美的经典画面 而当两位迎评中的碧人真的走到眼前 那更是让人激动万分 郑少丘赵雅芝近日罕见合体 现身某卫视春晚的录制现场 颜值几乎未变的两人 仿佛从25年前穿越而来 这一拿起话筒更让人无法把持 不但容颜未改 乾隆的这一手扇子弓也是功力游在 原来当年电视里的替躺风流是郑少丘的用心刻画 而让这对黄金搭档更高兴的还有一件事 原来当天来到现场的不只有郑少丘和赵雅芝两位主角 就连当年总是在乾隆身边 斗券护驾的甲溜和宝珠都出现了 在没有网络的那个年代 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年 总是在寒暑假的电视机前 一遍一遍的翻看乾隆和成怀秀的传奇 看得是如痴如醉 因此细说乾隆已然成了那个时代的回忆 而带给大家这种情怀的电视剧又何止这一部呢 20年前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 成为四代人的共同记忆 在这部剧里赵雅芝化身惊艳脱俗的白鸟子 陈美琪扮演的青蛇俏皮可爱 而许仙的扮演者叶童 更是在剧里跨时代的女扮男装 这三人的组合直到今天也难以愉悦 剧中由他们演绎的众多插曲 成了无数人KTV的经典歌单 2013年在电视剧播出20年之后 三位姐妹重聚舞台献唱 勾起观众无限回忆的同时 其实也是她们重温那段美好时光的历程 这里就是以前我们的白府 现在叫做精灵第一人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是法术的地方 当时这里就是有一个骷髅了 我就一转身 那个骷髅变成一张凳子 当年在剧组的点点滴滴 也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是夏天 天气特别的热 我特别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塔下面去冰棍 因为那一厢冰棍是她请客的 感觉好像都在昨天的事情 那么以前的感情还是一直到今天 1990年电视剧《可望》已经播出 就创下90%的收视 而片中那个贤惠善良及众多优点于一身的刘慧芳 也成为众多男人心目中的理想情人 除了刘慧芳的扮演者凯丽 剧中两位男主人公王滬生宋大成的扮演者 孙松李雪剑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遗憾的是自此之后 这三位可望的主人公再也没有能够聚守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能从这些年的一些点滴小事中 感受到他们的情谊 2006年张凯丽和孙松重新聚首 在电视剧《非亲兄弟》里再续前缘 而提起另一位老搭档李雪剑 张凯丽也说虽然没有合作 但一直还在联系 她挺好的很健康 就是瘦一点 但是身体就是恢复得很好 那我们都很高兴 原来2001年李雪剑就被确诊 患上了鼻咽癌 为了战胜病魔 她整整抗争了9年 虽然眼下李雪剑已然恢复健康 但渴望三人组的舞台再聚守 似乎已难以实现 是怕观众都烦了 不愿意让人一看到你就说这个 然后你自己也总说这个 但是我觉得一个眼睛就这样 观众该记得你 她永远在心里记着 该忘的时候就忘掉 没关系 这一切都是 一切就是按照自然去发生发展就行了 也许就像张凯丽说的那样 是否聚首无碍经典永存心间 那些电视剧在那个年代 带给我们的感动是永远不会变的 幸运了再见 走吧